近期市场比较关注 比如股东减持 大股东减持这样的问题 我们最近也专门梳理了一下 经交易所和相关的监管的四局 从最近的交易的数据来看 无论是过去一年 还是九月份 九二四 九二六以后 上市公司并没有出现 这种扎堆减持 和大量的违规减持 这样的现象 针对有个别公司 也确实有个别公司 被发现违规减持了 证监会和交易所 都立刻采取了措施 及时进行了严肃处理 那么减持本身 减持退出 只要是合法合规的 这个合理的 这应该也是给予支持 应该允许的 但是违规的 绕道的这种减持 那是要坚决地 予以纠正和处理的 对一些违规减持的 最近也是要求他们 按照相关要求 回购 并且把这个差价 要上交 并且要 负一定的责任 对一些不错的 也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在这种减持下方的 我们下期再见